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带大家一起来探访和揭秘 这座有着八十多年历史 在当时就已经是权力中枢机构的老建筑 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 很不凑巧 我今天来的不是时候 由于疫情的原因 高等院校还没有复刻 所以大门紧锁 我的想办法进去 我就顺着爬上来 怎么样 好好 印象哥伸手还算敏捷 我已经来到了这个院子 我是翻墙而入 现在这个院落 它已经归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 基础教学楼 由于疫情的原因 还没有复刻 整个一个人都没有 只是在那个角落里的矮墙处 我翻了进来 好 咱们一起走吧 维满洲国国务院就职 实践于1933年2月 落成于1936年 至今有87年的历史了 这里有简介 在它的正门入口处 两侧各栽有松柏 这边有一颗 这边还有 据说这两颗粗大的松柏 是当年溥仪亲自栽种的 维满国务院大楼的设计者 在这栋钢筋混凝图结构的建筑上 融合了古希腊罗马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 以及欧美现代主义建筑的一些与会 大家看啊 在整个大楼的南北西三面的入口处 和中部塔楼上方 这个四周都安置了一组 古希腊罗马建筑体系中的 塔斯干式郎柱 每四个唯一组 一共是28根 每四根一组的罗马塔斯干柱 变成了这个大楼的标记 这个维满国务院大楼啊 因为它当时代表着 维满洲国政府的形象 所以维满当局在建设工程方面 毫不吝啬开销 到1936年11月20竣工的时候 它成为当时在长春面积最大 高度最高 耗资最巨的一个建筑 在当时 这栋新建筑的高度 在长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48.8米 它比北京天坛的起年殿 还要高出10米有余 这里有当时的几张老照片 一起来欣赏一下 当你走进这87年前 维满洲国傀儡政府的中枢机构时 你或许会被它的建筑精美 和工匠精神所感叹 但是87年的历史中 它又见证了多少 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呢 话说1935年的五月间 日本众议院代表团访问 维满洲国 当时担任维满洲国总理大臣的 郑孝旭在会见时说了一句 如今维满洲国已经独立三年了 也应该让他自己学着走两步了 结果就是这么一句话 日本关东军认为他有抗逆情绪 就地免职 所以说维满洲国的傀儡政府 真的不是吹出来的 这套大楼随后就迎来了 他的新的主人 也就是所谓的豆腐总理 胸无点磨 却又十分听话的老牌汉奸 张景辉 说到张景辉 他曾是东北王张作霖的拜把兄弟 在张作霖拜把七兄弟之中 他排行老五 918事变以后 他投靠了日本人 最后做到了维满洲国总理大臣的职务 1945年 日本投降以后 他和溥仪一起被苏军捕获 并押往苏联 1950年8月 他与263名战犯一起遣返回国 从此他在辅顺战犯管理所 渡过了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1959年死于战犯管理所 终年88岁 不容置疑 张景辉 无疑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历史又往往会击碎我们的想象 也最令张景辉意想不到的是 他最喜爱的小儿子 在他飞黄腾达之时 却依然背叛了他 豪门逆子 最大义的官二代 张景辉之子张梦时 就在这座大楼里 就在他的豪门之家 为当时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往事 下一集 印象老建筑带大家一起探寻 这位豪门逆子 红色潜伏者 为满总理大臣张景辉之子 张梦时的冷暖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我是印象老建筑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